印尼妇女英迪拉的改教争子案 联邦法院昨天做了一个标杆性的裁决 就是家长如果要帮那些未成年的子女改教 一定是父母双方同意才可以 任何人单方面为子女改教就抵触宪法 英迪拉经过九年漫长的司法斗争 他终于胜利了 可是九年前被他前夫带走的小女儿 到现在还是音讯全无 英迪拉昨天就说 好了法庭已经判了 那警方再也没有理由不去寻找跟逮捕他的前夫 全国总警长福兹昨天傍晚赶快发文告澄清 他说警方自2014年起就不曾停止寻找这位前夫 莫哈莫里端的下落只是找不到 而今天福兹更进一步说明目前警方所掌握的资料 全国总警长福兹今天在出席活动之后确认 英迪拉的前夫莫哈莫里端没有出镜记录 因此他很大可能还在国内 但福兹表示基于警方毫无线索 所以到现在仍无法追查他们的下落 因此他呼吁知情者能够提供情报协助警方 虽然联邦法院的判决得到社会广泛支持 但是还是引来了一些反弹声音 吉兰丹伊斯兰党法律与人权委员会主席 聂巴龙突破党报哈拉卡发表文告指出 英迪拉案件的判决与更久之前另一宗类似的苏巴斯尼案件不符 因此这会让法庭对相关法令出现两种诠释 对此他呼吁穆斯林必须投选更多伊斯兰党国会议员 以捍卫符合宗教的法律 另一方面大马穆斯林联合会独立主席阿明努丁 也在接受自家网站Ismaweb访问中表示对判决感到失望 因为这已经违反了伊斯兰教 而且判决是强迫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孩子背叛宗教 这将对他们日后的生活构成影响